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114集 苍老声音中顿时蕴含着无尽的愤怒 太过分了 对方将他重伤还不算 竟然还追踪了上来 这是要将他斩尽杀绝 什么 清晨的追上来了 风少雨的声音中充满了慌乱 那远古强者还是第一次从风少雨的声音中 感受到如此的慌乱情绪 而此刻的他已经顾气不了太多了 顾不得伤势还未愈合 立即再度催动灵活力量 疯狂逃走 如果有人在无尽天际上看下去的话 就能看到一抹晦暗的阴影般的光线 和一道长虹一般的风雷电弧 一前一后纠缠不休 秦晨本来未必赶得上风少雨 但是在远古摩地中 他感悟到了一丝雷霆的真意 能够化身雷霆 一旦化身雷霆 再加持老元的帮助 在速度上堪比半胜极限 速度上比起风少雨 还占据一定的优势 轰隆一声 他掠过了血神海 血神海上空顿时卷起了惊涛海浪 血色的海潮冲起了百丈高 恐怖无比 秦晨运转追踪之术 急速地追踪了过来 而在秦晨前方数千里的地方 那些远古强者却是惊怒万分 他能感受到自己已经被秦晨给锁定了 对方对自己正在紧追不朽 可恶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逃出生天了 可谁知道 秦晨竟然怎么都不肯放过他 还在疯狂地追踪而来 令他心中前所未有地问 哼 举举小辈 以为速度能快过老夫了吗 那远古强者面露争霓 他能感受到秦晨的恐怖速度 但是追踪意图 不是只靠速度就可以的 还要靠经验 他自诩 以自己的经验 摆脱秦晨的追踪 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 他开始有意识地设置一些障碍 甚至布下一些障眼法 试图迷惑秦晨 可是 那远古强者很快就知道 自己这是一厢情愿了 他施展出的各种障眼法 甚至空前手段 都没能骗过这个年轻的强者 对方不但追上来 而且还越追越近 风少雨 你得罪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此时 那远古强者 这才交集起来 惊怒万分地嘶吼 他现在的伤势很严重 而且每时每刻 灵魂都在损伤 这样下去 他只会越来越虚弱 除非给他一刻钟的时间 他足以完全隐藏住自己的身形 可是 秦晨却连半分钟的时间都不给他 紧紧地追着他 无论他施展什么隐匿身法 无论他施展什么顿数 秦晨很快便可以找到他的真身所在 然后追上他 他恨你 什么时候他竟然这么狼狈 他并不知道 秦晨不但是自己追踪能力逆天 身上还有老猿 寻灵虫 甚至大黑猫 这远古强者虽然强悍 但是想要躲过他们联手的追踪 无疑是天方夜谈 别说他只是一道灵魂体 就算是在全盛时期 也未必能够躲避开秦晨的追踪 他很是郁闷 完全想不通 这种追踪手段 没有强大的灵魂造诣 根本不可能可灵魂造诣需要强大的灵魂功法 甚至需要特殊的秘法 而且修炼起来十分困 可他完全不明白 秦晨一个小小的巅峰五帝 灵魂力量怎么会如此可怕的 甚至都快赶上全盛时期的他了 当然 风绍宇摆脱不了秦晨的追踪 秦晨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追踪而上 因为这远古强者 他的确是手段极多 好几次都给秦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幸亏有大黑猫和老猿在 才能安然无恙 秦晨抱着必杀风绍宇的决心 疯狂地追踪 就这样 两个人一个追一个逃 数天之后 两个人已经是冲出了血神海 进入到了五欲三冲天 而秦晨还在疯狂地追踪着 在这段时间里 那些远古强者们 也从风绍宇的口中 得知了秦晨的世界 得知秦晨竟然是 三百年前 被风绍宇陷害的大哥之后 惊讶莫名 此人三百年前陨落 竟然还能重生复活 那此死身上必然拥有大秘密啊 那远古强者双瞳中流露出了寄觎之所 如果可以的话 他恨不得将秦晨杀了 秦晨身上的宝物和秘密 他也十分的寄 可是 他现在却是追杀的一方 就算是要对付秦晨 也必须等恢复了实力之后 风绍宇 不行了 继续这么下去 老夫必死无疑啊 在逃窄了数天之后 那远古强者按捺不住 直接冲入了下方的一个宗门 啊的一片惨叫声响起 连绵不绝 风绍宇 助力在这座宗门的上口 一股阴冷的灵魂阴影 笼罩出了这个宗门的山门 血缘大帝 你为何要吐露本宗啊 一名巅峰武帝 想者匍匐在地 双眸通红 声音颤抖 另一名巅峰武帝 根本就没有抵抖 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力量 在那苦苦地哀愁着 前辈 真的要这么做吗 风绍宇对着身体中的那股力量 无奈道 他这么做 消息必然会传出去 到时候 他轩辕帝国的名声 就彻底地灰了 即便是逃出了秦臣的追杀 在大陆上 也永无立足之地 哼 不吞噬这些人 你来抵挡后面那个人啊 我这说 你将身体控制权 直接交给老夫 老夫能短暂恢复片刻实力 才有可能获得一线的生机啊 那远古强者冷恒 风绍宇沉默不语 让他交出全部的身体控制权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旦这么做 他的生死将不由自己 而是由那远古强者控制 哪怕是死再多的人 风绍宇也不可能 拿自己的性命去毒 死亡隐隐 那远古强者吃笑一声 知道风绍宇不会答应 顿时死亡的气息弥漫 吞吐出了一道道 可怕的灵魂气息 这些灵魂气息瞬间涌入到了下方无数强者的身体中 将所有的强者都笼罩着 煞事件 在场的行风宗的强者们 全部都痛苦地嘶吼起来 生命晶圆和灵魂力量飞速地流逝 反观风绍宇 他苍白的脸色渐渐地回缓 竟然是有了一丝的恢复 那远古强者消耗的灵魂气 得到了一些补充 吞噬他人的灵魂和生命 恢复自己的伤势 补充自己的力量 这世上 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缺点呢 也很多 补充的灵魂力量 波杂不纯 要花费时间提炼 如果摄取过多 会影响到自己的灵魂本质 并且留下隐患 不过这种时候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恶不得过多的提炼 他已经是感受到了 秦臣的细细逼近 该死 真是难缠 这远古强者 只是愤怒的迪鹤一声 冲天而去 片刻之间 这个行风宗 被风绍雨灭闻了 只留下了满地累累的白骨 扑地下 片刻后 秦臣出现在了这片宗门之上 邪魔外道 看到了下方的场景 秦臣的额头轻轻暴跳 愤怒无比 他继续地追踪 几个时辰之后 又一个庞大的宗门被迷门 一路上 锁过之处 只要是有强者的城池和宗门 都被这远古强者吞噬 令人发誓 秦臣小子 你催动祖魔血精 或许可以直接锁定对方 惊怒之中 老渊提醒了 对了 还有祖魔血精呢 秦臣目光一闪 拿出了祖魔血精 第一时间催动 红龙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力量降临 直接锁定出了远处的风声 不好 那远古强者眉头狂跳 停下了身形 虚空之中 一道恐怖的力量爆射出来 已经是将它完全锁定了 必无可避 它已经是再也没办法逃了 轰隆一声 恐怖的力量降临了 祖魔血精的力量 如同是一个黑色的天幕 将风哨语彻底的笼罩住 死亡领域 那远古强者催动着天摇盘 一股无形的黑暗领域降临了 疯狂地抵挡着祖魔血精的力量 但是祖魔血精的力量 那可是无比的可怕的 带着无尽的杀戮气息 疯狂地涌入到远古强者的身体中 风哨语的身上 燃烧起了血色的魂光 灵魂在痛苦地燃烧着 嘶吼着 祖魔血精的力量下 两个人承受着无尽的煎熬和痛苦 备受折磨 此次哪里来的如此恐怖的力量啊 远古强者愤怒地嘶吼着 惊怒万分 他堂堂胜着 当年保留下来的宝物 也就是这个天摇盘而已 可秦辰一个巅峰五帝 竟然接连施展出了极其恐怖的圣气力量 这令他惊怒交加 并且这股力量中 带着阴冷的邪恶之力 对他这个灵魂体的损伤格外巨大 去 远处 秦辰已然是用祖魔血精 锁定住了对方 右手一台神秘锈剑涌动 化作了无形的剑光 爆展而来 同时 他身形急速地闪掠 飞速地靠近 顿时间 虚空之中涌动出了一股莫名的气息 思路底下 一道璀璨的流光 如漆黑的剑影 从无尽的虚空中横穿而来 逼近这个方向 毁灭阴冷的风雷气息 动荡在了一方天地 风少鱼 老夫也挡不住了呀 苍老的声音失声了 疯狂地催动天摇盘 面容惊恐 他前世耗尽心境 才让自己存活下来 难道 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风少鱼心中也是惊怒万分 慌恐啊 前辈 那怎么办啊 他乃是堂堂的悬崖大帝 半圣经强者 事实上 遇到了再大的危机也不会慌乱 他将悬崖帝国 一力推上了大陆第一帝国的过程中 其实也遭遇过无数次的生死危机 但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慌乱 他恐惧的不是死亡 不是危险 而是秦晨 一想到三百年前 自己斩杀破臣武皇竟然还活着 他心中的恐惧就无法抑制 三百年前 他和上官夕儿按下毒手 才将秦晨斩杀了 当时的他狂傲消长 实则内心恐惧不已 对破臣武皇 他天生有一种畏惧 而今 秦晨还活着 让他彻底地失去了理智 也失去了身为轩辕大帝的气度和思维 更是失去了方翠 把你的身体交给我 否则我们两个今天都得死 那苍老的声音嘶吼道 交出身体的控制权 风绍雨 心里充满了绝望 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被逼到这一步 当初为了不让自己被对方夺舍 他下了诸多的手段 让这个灵魂只能听从自己的安排 可现在 面对生死关头 他犹豫了 如果他不将控制权交给对方 那 他必然会死 可一旦交给了对方 对方击杀了破臣武皇之后 还能将身体还给自己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犹豫什么 难道你以为老夫会贪恋你这具破皮囊吗 苍老的声音惊恐万分 交集不已 你只需要将身体的控制权给我 老夫自然能将那小子拿下 到时候老夫若想夺舍 完全可以把那小子夺舍 我霸占你这个身体干嘛 说句实话 对方无论是身体强度还是未来潜力 都在你这个血缘大敌之上 风少宇最听不得别人说他比不上秦晨 可这种时候 他已经没功夫迹象 对方说的没错 只要是能击杀秦晨 秦晨的身体绝对是比他这一具身体 更适合的在地 对方根本不需要霸占他这一具身体 好 此刻 恐怖的剑气已然来临 风少宇知道 他如果不做出决定 他死了 连灵魂都没有了 念头转动之下 虽然心有不甘 也只能放开心水 让那个灵魂体 控制他的脑海和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够�见影响体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